另外持续关注的是这个林务局的巡山员苏信男子 当时他因为坚守岗位却跟他的女朋友一块遭到的土石掩埋丧命 家属相当的悲痛 其实呢在几天前苏信男子的妈妈还有打电话 当天呢就打电话跟这个林务局说可不可以擅自撤离呢 但是他的长官却说这个地方没有出过事情 所以一定要有人留守 因此苏妈妈说才会让他的儿子跟他的儿子的这个女朋友配上了两条性命 而现在双方的家属呢也希望可以为这一对泥烂的面人呢来扮女婚 看到遗体送到殡仪馆 家属忍不住痛哭失声 林务局的苏信巡山员和他的女友 11号在林务局夹阳站遭到土石流活埋 两人在送医后因为伤势严重宣告不治 交往八年的感情家属打算半明婚为他们完成终胜大事 强忍着悲伤因为一场大雨带走两条人命 这场意外就发生在11号晚间 林务局离山工作站嘉阳分站遭到土石流掩埋 当时在屋内的两个人来不及逃出救难人员赶到现场时 以最快的速度把人救出走水路接驳到离山卫生所 突来的意外带走两条生命 苏信巡山员的家属控诉林务局 儿子之前已经递辞成 当时与事过大 有回报应该立即撤离 却遭到拒绝 对于林务局的说法 家属认为关心来得太晚 现在打算办理明婚 为小两口处理好后事 让他们好好的走 中天新闻里之前 陈广瑞台中采访报告